而且不只是Desentes而已 你可以看到整个国家 各个州的共和党 这次推出来的候选人 都展现相同的能量 年轻 脑子清晰 自信 说话有条理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人 叫做Carrie Lake 我们还没有什么机会讲到这个人 因为最近我们蛮着重在加州的选举的 但是这位Carrie Lake 是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 我们也有一位观众 是住在亚利桑那州 买ID的创办人 上次我们在这边办拨乱反证的活动 他就是其中一个发起人 而且赞助我们 他这里说一下这位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候选人 这边来听一下 他是如何轻易的 轻松的 自信的 来解决一位左派记者 想要试图使用堕胎这个议题来攻击他 他们也有一个选举的选举 nobody tells them that there's other options we want to help our women if they're afraid we want to help them we want to give women health care and i want to help people but i really challenge you and i'm happy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is when you find out where katie hopp stands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where she stands she supports abortion right up until birth and after birth she supports if a baby survives a botched abortion that that baby die in a cold metal tray and none of you ever try to get her to talk about her stance so get back to me after you do and tell her and tell her that i want to debate this topic on october 12th but she really needs to show up for that debate yes yeah bravo bravo 太棒了完美回音这个就是政治人物应该有的礼貌跟反击很明显 carry lake是一个支持生命的人pro-life的人对于很多堕胎议题有非常多 而且有非常棒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还有立足点甚至政策都不是全部你在那一段 里面你看到的是自信还有这位候选人从容的把这些问题丢还给那个记者 他说等一下你们一直不断的把这整个议题推到那些极少发生的案件上 什么被强奸的话怎么办亲人强奸的话怀孕的话怎么办跟小学生一样亲嘴的怀孕的话怎么办牵手怀孕的话该怎么办 你们一直问我们这些可笑的问题你怎么不问我的对手我来告诉你 你支持的那个人我的对手是怎么想的他想要的就是小孩出生后孤单的死在一个铁盒子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人我们的政治人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 对症下药自信不自满有学问有道德观有价值观 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政治人物真的可以胜任我们给他们的这份工作 不只是对一件事情有看法有正确观点而已 而是真的可以去跟他们辩论真的不妥协 而且清楚的把我们的方向讲得很清楚比我们还要清楚 而且把敌人的假冒尾扇摊开来给所有的人看到